WR250F 今天我们把解证器做个厂部保养 这台车的解证器现在的状态是有不同程度的路口 首先将全部的调节数据对零 也能记录下来 以便保养完成以后恢复 现在开始拆解 解证拆解之前必须放弃 要不然打开的时间油被噴出来 我想很多人继续保养解证器的时候就吃过亏吧 放油的时候可以发现 外箱的油已经也被发给了 内箱的油虽然不糟 但已经变成发黏了 感觉像滚动一样 其实解证硬件都没什么问题 只是时间久了 有变质了 和一些前条件的老化 现在解证器所有部件已经清洗完成 此次前准证用途选择是S5F的双复合 后解证为原条 现在开始安证调试 WRF对于VC平台的车 解证器的节奏都是一样的 只是根据车型的用途 也不一样的设定 从而得到了一个不同的体感 最终的原材正空机的用途 最终的原材正空机的用途 虽然此版减证的结构设计 没有办法的过到外出的正空 但这部机能可以最大致 用途途途途途的接受更新 而提升减证的能力 最终的进行 对于前减证的保养 最重要的就是内枪 内枪的公共状态 能够直接终对减证器的行动 但这个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甚至许多人保养整阵 经纪更换 外向了油和油风 内场不不启动 还有一个物页就是 减证器扑证器扑证器 代表的认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